家人们谁懂啊 开开心刷个B站 又被老法师的逆天言论给震撼到了 在这支视频中 作者说测评相机 说各有各的好是互动人 就应该有一个绝对的最好 现在买相机的话 到底买哪个相机 我们不能强调 每个相机各有各的优点 然后他又说 相机像对焦之类的性能 通通不重要 只有成像风格是重要的 因为我们作为一个摄影人 我们要选择的核心是什么 是吧 核心是什么 核心就是成像风格和成像特点 所有品牌的成像风格中 只有松下是最好的 松下绝对是 无可代替的一个存在 松下相机的成像特点是最好的 老实说 我认同松下的色彩科学 确实很优秀 但这段话实在是槽点破多 相机的本质功能是记录 针对不同的记录需求 也有不同的功能特点 功能特点 孰轻 孰重 以及成像风格的优劣 其实都是非常主观的观点 它凭什么来制定唯一的标准呢 这是不是一种 我不要你觉得 我要我觉得呢 一股熟悉的 色影无际的老法师味道 出面而来 更不要说它所谓的立体感 涉及到机身的色彩科学 分辨率 CMOS类型和正列 来自镜头的光圈 物据分辨率 离焦分辨率 相差 焦外 色彩等一系列 非常复杂的因素 借助我们可以量化的数据来分析 它所谓的松下立体感第一 也依然没有任何证据能够支撑 因为很显然 影响所谓立体感的第一要所需镜头设计 这不是仅靠品牌就能够划分的 这两年来 我看到这样的帖子 数不胜数 在小红书 有一群人被戏称为 村规摄影师 他们喜欢给摄影增加一些 奇奇怪怪的规则 比如 地面必须水平 前景不能有遮挡 非广角不叫扫街 照片不能有画位 拍人不能有尼康 一定要长焦大光圈 M430工业垃圾等 他们总是给新手留下一种 懂王的感觉 然后点开主页一看 基本都不会拍照 我想 或许是这些规矩懂得太多 他们都产生了 自己会拍照的错觉 甚至以为 这些规矩 就是摄影的奥秘本身吧 这当然是错的 周总理曾经说 人民喜欢乐见 你不喜欢 你算老几 确实如此 这句话的本意 是批评当时一些领导干部 对文艺创作善加干涉的作风 而既然艺术创作不需要身居高位者 制定规章制度 可能他轮不到一个所谓的老牌摄影师 来制定规则 如果抽离出这个语境 我也想小小的抬杠一下 即便人民不喜欢乐见的作品 也不需要任何人的指挥 今天认定的许多伟大艺术 在他们的时代 其实都属于理经叛道 不为主流所接受的低劣作品 梵高 准卖出过一幅画 维密尔的一生在屏幕碰虫度过 大同大张 活着的时候 从未被艺术界真正发掘 最终在坊间内自一 《太空漫游2001》上映时恶评如常 《银一杀手》最初的票房 更是极其糟糕 实际上 在我众多的乐片经历中 往往豆瓣六到七分的作品 才是我最喜欢的艺术电影 《密集扎堆》的地方 我能够通过我的阅历和理解 产生共鸣 而它也在我心中 留下了独一无二的烙印 这已足以使其在我心目中 一身为伟大艺术 他们中绝大多数的作品 可能永远也不会得到 主流社会的人可 但又何妨 能够坚持自己独特的气质和思考 并坚持不懈创作的人 才是我心中真正的艺术家 就比方说前不久 一位英国留学生在涂鸦墙上的创作 我认为它有创作和表达的自由 但我同时也认为 这是从构思上来说 非常粗制滥造的作品 这是我的意义之间 有观点认为 它意外地表达出了一种 达达主义的意味 我觉得也是一种 非常有意思的观点 对于这幅作品的反对 基于覆盖在它作品之上的 其他涂鸦 而非简单地撤销 洗刷它的作品 我觉得这就是一种 很正常的思想交锋 如果还有对反对者的反对 也可以在反对的基础上 进行反对 这也正是涂鸦墙本身的用法 在过去一个世纪 艺术界的思想交锋中 艺术家们早已明白了一个道理 艺术是自由的 艺术的边界不能够被定义 只能够被创作者不断拓宽 当代艺术 行为艺术 都在不断挑战 人们对艺术的认知 以及思维中固有的定时 这不正是艺术存在的意义吗 它不仅提供美的愉悦 也要拓宽何以为美的定义 它不仅探讨美的价值 也探讨一切与人相关的价值 摄影作为一种艺术 当然也是一样的 摄影是自由的 所有的教程都只提供一种 他人的经验 而非规训 无需遵守每一条前人给出的建议 他们存在的目的 只是为了提供捷径 可又有谁知道 小到尽头 有什么样规律的景色呢 之所以强烈地想要做这一期节目 也是看到有人在用这样的规训 打击一些拍得还不错的新手摄影师 每个人的审美 本就不同了 规训下成长的摄影师 只会被抹杀他们对美独特的创造力 失去了革新的力量 失去了革新的力量 那么作为艺术的摄影 也可以全告死亡了 还有人际的艰险之处 往往才是最独特的美景 得以藏身之处 我朋友前段时间问我 怎么样才能拍出新意 我说 别空想 出去拍 与各位共勉 我想